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更动用大批远警封路 那么村民则是手拿汽油瓶与警方对峙 据现场村民介绍 当天灌云县当局雇佣人员统一佩戴红色头盔 在约30辆汽车产车护送下 强行在村民的卖地和宅基地周围弃墙圈地 遭到陆庄村民的抵抗 这一方估计有300来人差不多 村民这一方就还有10来户人家 村民陆希拓表示 事发时他打电话给县长求救 但县长并没有任何行动 据陆金阳介绍 江苏省冠云县政府官商勾结 暴力强占村民土地的事已经持续了三年 2010年9月2号 为了抵抗政府战定 市庄乡一位42岁的农夫王秦 当着市庄乡党委副书记刘建仙的面 和下农药死亡 用生命换来了短暂的停工 2011年3月 当地政府又开始新一轮的强征 就是2011年5月13日啊 这个陆江村七祖村民陆增罗 在自家屋里被拆迁人员 从那个墙上啊 用挖掘机挖了一个洞 这个拆迁人员从这个洞里爬进去以后 把陆增罗和打死了以后 又晃火毁失灭迹 陆金翔表示 陆增罗死了之后 强征行动又被迫停止 4月9号是冠云县当局 在该村的第三次大规模强征行动 目前当局窃起的全部圈地墙 已经都被村民推倒 新厂人记者陈汉 贾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